缘队水质收货的问题 国民党提名的管党参申前 党内心 今天一地投口基盘责担会 一周国内管府有法公文 公布收水质支 国众民收到团队去立支 他要带人去抗议时 管府借工不再收 党内心也说得经常管党三级 立金用提出要花5千块的金路金 结果三条价花2千块 中间的状况可能没法度 在现实现任的管党 管建庫收入的交款書 管建庫不是中央建庫 看得好 手提到農民所提供的證明 国民党欢迎管党参算林党来生 在作专门上含大家共同水质的问题 是不是真的要落钱 用现党的農民最知道 把水质的投资来进餐 在婚的关系很容易看到的现象 为了第十下行的问题 政府说买将水质的農民管理 后来没婚受農民感受影响 第一个他先发公文 要来收水井费用 一口井要收2700块 而且三年收一次 缴费通知书 有没有农民缴了 实际上是已经农民缴费了 后来因为我带头要抗议 所以他又急转弯了 说不收了可以退费了 之前讲的话你没有兑现 你说净老金要花5000块 结果你只有发2000块 没有兑现你的证件 你的证件完全跳票 所以今天民众不能信任你 是你咎由自取 金老金是中部的好利 最正是农民坚做的需要 党内生提出这两个部分 这期管府的事情 已经让人民无信任 管府也做出会议 他的抗议是在今年才发生的事情 我们困民管政府在 9年3月就已经在 林市会提出这个提案 来帮农民负担 我们现在的财政 可以做到什么的程度 我们就要保有什么的状况 如果说 如果简单要开支票 说要花5千块 敢说这个时候 要留学一台吗 都与抗议分任最重要的三业 老人人口座 如何照顾中部的 也是关府事情 很重要的部分 参与人关心农民和事大 让他们的管理 不应付相顺 因为事情就是要说 才清楚 记者 丹一维 林依林 蔡宏报导 印象 林依林 蔡宏报导